我们相信初学者也写不了这样 我们写点的简法字也不是不可以 就整天的写一篇简法字 非常不可 这是我做过的事情 我有时候给一些个展览馆 写一点的宣讲词 特别是在前一二十年以前 我也曾经可以做这些工作 人家都要求写简法字 那么我写的也很顺手 也没问题 就说不要把它看绝对了 简法字是可以写的 而且在必要的一种场合 还必须写简法字 因此只要你原来的功底好 你简法字也用不到链 也比一般人要好 确确实实这些字如果用跟这个繁体的字比起来 字形式没有那么美 但是也应该说得过去 这是一条 但是我觉得繁体字和简化字在一篇作品当中要相参在一起 就不好 为什么呢 它会影响认读 它会给你搞乱了 比如说我看过一个理发店 这个理发店的名字叫做精华理发店 精华 精华理发店 它是这个优移对繁简字弄不清楚 所以它这个花字呢 它倒是写的是个繁体的 这个它写对了 精华 精华 然后写的理发店 它可能在这个字典上或者在哪儿 电脑当中打出来一看呢 这个发字啊 跟发字是一个字 就这个字 咱们看啊 这个发扬的发 现在理发的发也是这个字 所以呢 他觉得应该写繁体字 他想写繁体字 于是他就写了这样一个发 翻成了这样一个发 结果就乱了 因为这就成了理发店了 是不是 但是这是他对于繁铁字 繁体字和简化字弄不清楚 这是个学识问题 但是前面这个华字写对了 华字写对之后 当大家知道你这个华字写这个繁体的 他也就认为你后边的字对了 因为这个字你写对了 那后边的字他认为你也是对了 于是这个精华理发店 是干什么的一个部门 大家谁不知道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说啊 繁体字和简化字 有时候只要互相使用 经常带来麻烦 还有